我们这个病最后就会是一个 躺在这里有思想的植物人 未到最后躺在那一刻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争取享受现在的每一刻 走过花信年华 凤文在和先生结婚后一年突然病发 由于当年罕病病例比较少 凤文对自己的病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我就是突然病发的 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病 在那个年代92年 根本连他们自己的专科医生 都觉得这个病很厉害 他们不是那么认识的 我还记得我看定时三个月复诊一次 那个专科医生问我 这个病亚洲人很少有的 他说你这个病 我们现在就没有药食 没有斟打 帮你不了的 然后我复诊完 还在医院门口 我说我都没有病 那就走了 凤文患的是多发性眼化症 在他口中 这个毒起上来很脱咳的病 仿佛就是对他下半世的预告 因为运动神经元退化 全身需要运用到肌肉的部位 都会逐渐丧失功能 凤文心知下半世要在轮椅上度过 这么简单 遮起一只手 他们怎么会想到遮不起那一天 由我有这个病 我已经是开始知道自己 一年差过一年的将来 是一定会坐轮椅的 恐惧就没有 只不过 哎 无奈接受 一个不治之症 除了令他漸漸失去治理能力之外 一些不为人知的痛楚都伴随而来 拿着抽锁匙 你都觉得很重的 就不想拿着 那跟着呢 总之由头到尾 都是感觉上的问题来的 人家看你不觉的 痛 所以为什么人生来说 痛是唯因 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你说 写字 我写封信不懂得写 人家帮你写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痛 人家说 你痛啊 我不可以说我帮你 我帮你痛的嘛 就只能告诉你 怎样可以 缓和你的痛症 就这样 所以就只有自我安慰 阿京精神都要的 我只需要那些粉 不要那些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一些无意义的举动 对冯雲来说 都慢慢成为一种平凡的奢侈 日常生活上 要别人代牢的琐碎事 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 如果遇上照顾者放假的日子 要奉闻独自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 更加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自己只剩一只 中指有力 拿不到筷子 唯一现在还可以 拿到叉 拿叉 就要这样拿 这样拿着 按中指才可以有力 夹住它 现在连对脚都用不到了 下身完全瘫痪 上身就只剩下右手 勉强可以活动 在旁人眼中 未细的事情 对冯雲来说 都可以说是举报为奸 生活也从此变得有限制 但就没有改变她外向的性格 三十年来 坚持每星期都会回教会 没有担心 没有担心 旁白天开始 有没有担心 没有担心 你不担心 有人说人是很脆弱 没有信念 就很容易放弃自己 在奉闻心目中的信念 不单止令她振作和释怀 她的乐观还感染了身边的人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在倒數 但對於心病的人來說 倒數的感覺特別強烈 由人生最高處慢慢走向人生的低谷 奉民選擇安靜坦然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用最樂觀的態度繼續享受人生 有一個愛你的家庭 全部都是家人支持我 我跟女兒去吃東西 吃不到或者拿不到我女兒幫我 在家裡工人幫我 回到教會會友都會幫我 我覺得你不要反過來自己 不能夠做那件事缺乏那件事 而是你要享受人生 我不能夠做到的朋友幫我 為何做人不會享受身邊的事 而去執著身邊的事 什麼人都會有 做人根本不知道將來的事 何必會憂傷將來的事 總之我能夠生存的每一刻 我覺得都是快樂的 和家人對抗病魔三十多年 在普通人眼中 奉民的家庭可能是一個不幸 但在女兒的回憶裏面 卻是是福不是禍 自己都比較喜歡照顧其他人 或者關顧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覺得是因為她的存在 令到我有這樣的改變 沒有她今天 沒有她這個病 沒有她的帶領 我是不會有今天的我 因為媽媽影響到我 而我影響到我的小朋友 生命影響生命 是一個延續來的 覺得人生很無常 到長大了 想起整件事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事 快樂是人定的 我自己可以設到要求很高 但我做不到會很不開心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呢 不如我設一個要求小 不要那麼高 那我做到我就很開心 我每天都跟媽媽說 媽媽你賺了 你每天 你看人家 可能一生病就不起了 你生病了那麼多年 都還可以走得那麼快 我說的女兒 走得那麼快 你看我跑都追不到你 其實她是感恩的 望向前面 可能會是眼白白 看見自己生命的流勢 要親身經歷自己的身體被塗空 成為一個有靈魂的驅隔 只是陳鳳雯用他最樂觀的生命態度 面對自己的命運 犯人犯人 罪人其實是很煩的 那你為什麼經常 要記住一些煩的東西 一些瑣碎的東西 那你索性好像每一個旅行一樣 其實旅行當中 都一定是有少許樂的 一條快樂的路 一條控制的路 那你選什麼呢 為什麼不選快樂 快樂的路呢 可能會是一條路 可以看你 要去看你 不要一條路 就要自己在那裡 那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到底可以再看你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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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